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一组女团全员续约 以及一组女团解散的消息 首先是女团Tringcatcher全员续约的消息 11月16号 Tringcatcher所属公司官方声明 最近Tringcatcher全员与公司续约成功了 虽然还剩下原先的合约期间 但是已与公司的相互信任 全员同意续约了 公司之后也会为了Tringcatcher在国内外的发展 汇尽全力的支援 希望粉丝们也能继续应援成员们 这样看的话 204年以Tringcatcher的前身 名死出道的成员 其余苏阿西恩余圆塔米五个人 包括立席证期间 已经与同一家公司在一起了九年 所以这次的续约 真的是能看出来 成员们与公司的相互信任 是有多坚固 今年以正规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歌 美中 拿下出道1924日首次一位的Tringcatcher 希望这次的全员续约 能够让Tringcatcher国内外的人气爆发 以Tringcatcher的师妹团 在出道前就受到关注的女团Bendit 宣布解散了 11月11号 MH娱乐官方声明 透过与Bendit成员们深度讨论后 决定与Bendit结束专属合约了 成员们会互相应援彼此的新开始 公司也会应援成员们之后的路 希望粉丝们也能够应援 面临新的出发的成员们 原来要解散了 最近能这样安全离别也觉得很幸运了 能这样早点放人走结束合约 也是不错的 看到他们无法好好承担穷啊 就担心了Bendit 结果就 他们实力好 舞台表演也很好 好遗憾 但是这样早点放人走 也能让他们早点抓住其他机会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在韩网引起热议的话题 男女之间可以做朋友吗 不可能吗 这个话题分了两个问题投票 第一个问题是 对于你的男女性朋友 有没有过异性的感觉 65.6%的男生承认有过 34.4%的男生说没有感觉 而女生们对于这个话题的观点比较平均 有过跟没有过都是50% 而第二个问题是 男女之间可以做朋友吗 55%的男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45%的男生认为有可能 但是女生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差距有点大 39%的女生认为不可能 61%的女生认为可能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觉得可能的男女以后应该会出轨的 可能是可能 就是不知道有意能维持多久 一个人是男同心恋 一个是女同心恋的话 可能 小时候觉得可能 但是过了30之后就觉得不可能了 我是男生 男生如果能把女生当成是朋友的话 那个女生一定要没有女性魅力才可以 这是百分之百的 哪怕是有一点点的女性魅力 以后也有可能会对她动线 但重点是 如果男生对女性朋友没有感到一丝的异性魅力的话 根本就不会联络的 还不如去见同性朋友 男生不会主动联络 没有一丝异性魅力的女生 所以华语圈的大家觉得 男生女生之间真的可以成为普通的朋友吗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